三角柔行动最新一笑博大套路,帝王引擎AKC4U,数数也能打上5级弹啦。 和全张哥正面对象都不是问题,是什么支持这种玩法呢? 1是5.45的子弹,超超超超便宜,5级弹只需要2000一发,比开服的时候4级弹还便宜,而且4弹也只要1000。 再加上这把枪的弹药消耗量特别低,双重加持下就让这把枪成了最深子弹的武器。 2是这把枪威力也很大,单发伤害高达34,你要是硬比秒伤的话,这枪伤害肯定低。 但是,叔叔哪里在意秒伤啊,不全靠鹰人修腿吗?我TCU鹰人直接打凶不是更快,打起来和MT Sky也没有明显区别,都是三枪子。 最后就是这把枪的改装,没钱想当叔叔多人的,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绿色配件三件套,加个弹侠就行,一共才3万。 而且压枪也超级的,有钱想到猛攻叔叔的,可以像我这样改10万出头,压得更远更稳,可以对枪,让我们进入实战。 这把打的是机密大把,开局就进步猛攻水泥场。 哦,对面看来也是一对高手啊,我还没发现他,他先发现我啊。 有一说一AK74U34的伤害40米的射程,对枪单点还挺疼。 点回去一个又来一个和我对枪,这边打碎头盔直接封烟猛攻。 哇,这可是4级重头啊,谁说技术迅战不行的,不还是自想死。 这边搜完水泥场,听到后面一直在打枪,谁又在欺负我家机哥必须制裁。 这波并不能怪主播马强,要怪就怪腾讯没钱买好口气导致游戏剃个太低的, 证明大家冲的钱还不够多。 不是,就这游戏现状,穿的全是残甲,7CU就更强。 自从巡逻队活动上线之后,野外好多不装消音器打AI的呀,这不找打吗? 这已经是这一把见到第4把位置多了。 最后来到行政楼,塞伊德都没死。 我来个大坝守护神,塞伊德成功清除行政楼。 最后也是做完任务,缩完行政楼,成功肥肥撤离。 总共血赚150万。 总体来说,AK7CU打高级弹是可以玩的。 真遇到好像可以直接把他丢了。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视频,我就希望我队集中不会遇到五弹7CU叔叔。 拜拜。